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号落实行管令以来 截至10月31号 卫生部一共花了11亿7千万令吉防疫 中国都政府今天起为那些因为疫情滞留在新加坡的国人送救济品 香港民主派人士黎智英遭到通宵扣押后 今天被控踢诈罪不准保释 案件明年4月再过堂 新闻开始来聚焦国会 我国从3月18号开始落实行动管制令防控疫情 截至10月31号七个半月来 卫生部一共耗资11亿7千万令吉来应对新冠肺炎 当中包括购买医疗器材 药物和各种相关服务 购买医疗器材 药物和各种相关服务 以斯兰党农运区国会议员哈山南利 今早在国会问答环节 要求卫生部交代应对疫情的开销 卫生部第二副部长亚伦阿国汇报 11亿7千万令吉是所有政府医疗机构 包括公立医院 诊所和牙医诊所的抗疫开销 这笔款项也包括了部门立场拨款 但没有涵盖处理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薪资 受到我国和新加坡边境封锁影响 上百名在新加坡工作的我国公民 因为无法负担沉重的生活费而被迫露宿街头 如佛中务大臣拿督哈斯尼强调 这些人被称为流浪汉或者是无业游民并不恰当 因为他们拥有工作 只是在开工前在街头休息 州政府也会分阶段派送一千份食物篮 给这些露宿街头的月低组 不可能会称入其他人的路线 不可能会称入其他人的生活费 人们在新加坡在新加坡上的地方 在新加坡在新加坡上的地方 人们在新加坡的地方 他们只需要了解 但他们只需要了解 如果他们有工作在那里 因为他们没有继续 在那里 因为他们没有继续在那里 所以在那里 他们会遭到一些困难 哈斯尼表明第一阶段的派送工作中 罗伯州政府派出300份食物兰 这些物资将运送到我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署 并由当局负责派发使工作 这些食物兰包括炒饭 干粮 备单和卫生用品等 由于疫情迟迟未好转 国人无法每一天往返邻国工作 又碍于生活开销大 一些月滴族选择在新加坡公园 露宿休息 借用公共厕所或是十四的洗手间 梳洗 艰难度日 登加楼昨天傍晚开始下起滂沱大雨 造成瓜拉登加楼市中心再一次淹水 突然来袭的水灾让巴沙和美食中心的小贩来不及搬走货物 全部浸泡在水中报销 损失惨重 瓜拉登加楼市中心内的商店同样淹水 根本不能开门就生意 附近几个住宅区也难逃厄运 全都浸泡在0.6米深的黄泥水中 居民感叹和两年前相比 这次水灾更严重 他们呼吁市政府赶快解决勾取阻塞问题 避免冯雨避灾 气象局预测 登周这几天都有好雨 大雨天气将会持续到这个星期六 把镜头长向国外 英国成为全球首个核准使用 惠瑞新冠肺炎疫苗的国家 并会在下个星期起投入使用 预计明年三月或四月能让所有高危群体完成接种 首相约翰逊呼吁大众必须严格遵守最新的防疫措施 直到顺利完成各阶段的防疫接种计划 英国率先核准紧急使用美国制药厂辉瑞研发的疫苗 成为二零二零年世纪瘟疫大流行的重要里程碑 英国卫生部长汉考克星期三在国会下议院 一再赞扬药物及保健品管理局迅速完成兼具任务 全方位审核辉瑞疫苗的安全性 I welcome the comments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is morning who've supported the UK approach and commended rightly the MHRA, our independent regulator who have followed all of the same steps that any regulator, any high quality regulator would and should and will but what they've done is done them rapidly and sometimes in parallel 雖然辉瑞自称疫苗能够保障九成五的有效率 不过汉考克坦言至今还不确定疫苗是否有效遏制病毒传播 因此也无法担保什么时候才能完全解除全国范围的防疫限制 首相约翰逊也在同一天召开记者会为全国民众捎来这项好消息 但也呼吁大众必须严格遵守各地区的三级防疫措施 直到顺利完成各阶段的疫苗接种计划 英国人在二度封城的最后一天迎来世纪喜讯 自然是满分欢喜 期待疫情尽早散去 完全恢复生活日常 我感觉那是必须必须 虽然这cloud是一个困难的 有一个困难的 好像我已经看到几个斗争 已经在过程中来 这些抗产的斗争 如果这是我们保存的2020的问题 那么它们是好 但我不知它们已经不知 目前为了这些年轻人像我 我认为它是素兴的 我真的觉得它们是素兴的 希望那些人會獲得 有些死亡人 不會 但這很棒 然後大家都 可以開始旅行 目前英國已經解除全國範圍的封鎖階段 降級為地區性的三級防疫警戒 這項疫苗接種計劃 將在下星期一開跑 國家保健署預料 明年三月或四月就能讓所有高危群體完成接種 至於其他民眾還得等到春天才能開始接種疫苗 就在英國政府核准使用輝瑞新冠疫苗的同一天 俄羅斯總統普京也下令 下個星期開始 全國大規模接種由俄羅斯本土研發的人造 衛星五號新冠疫苗 普京新三在視訊會議上表示 全民都可以免費接種疫苗 而醫務人員和教師將率先接種 普京也宣布 俄羅斯已經生產了將近兩百萬劑 衛星五號疫苗 這款疫苗在中期臨床試驗的測試結果顯示 有效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 目前疫苗正在進行最後階段測試 衛星五號疫苗將會分兩次注射近人體 兩次接種必須間隔三個星期 俄羅斯衛生部已經在八月十一號註冊了這款本土研發的疫苗 參與疫苗開發的負責人更表示 已經有四十多個國家對這款疫苗有興趣 韓國上個月宣布收緊首都首爾的防疫措施 遏止疫情擴散 並視為踏入大專學服的入學考試 全國大學修學能力試驗也被迫展延 直到今天 全國大約五十萬學子在這一天奮力拼搏 其中有三十五名確診學生也在醫院參與考試 一年一度的休學能力測試 原定上個月十九號舉行 隨後宣布延期 教育部在全國設立的一千三百八十個考場 包括在醫院和醫療機構 好讓確診學生和隔離者能夠參與考試 政府也下令 這一天進行英語聽力測試期間 禁止任何軍事演習和科技起飛或降落 以免干擾考生 同時不少公家機構和私人企業 推遲上班時間 避免堵車 導致學生遲到考場 泰國法院判首相駐陸軍管設不違法 人民再度上街抗議 歡迎回來 儘管美國司法部表明 目前沒有實質證據可以證明 剛落幕的總統選舉發生大規模舞弊 足以推翻結果 不過始終拒絕承認敗選的 總統特朗普辛勳強調 美國選舉制度正在遭到蓄意攻擊 他有必要捍衛公正和透明的制度 總統統選舉 祿填抗議 Election Day. Now we have Election Days, weeks and months, and lots of bad things happened during this ridiculous period of time, especially when you have to prove almost nothing to exercise our greatest privilege, the right to vote. As President, I have no higher duty than to defend the law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s why I am determined to protect our election system, which is now under coordinated assault and siege. 特朗普透過官方臉書正號發表一段 將近五十分鐘的視頻演說表明 自己曾經被告知不要太早宣佈 勝選,因為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計算 選票核實結果,才能確定勝選方。 然而敵對陣營像是知道的結果, 一切看起來像是一個精心安排的策劃。 白宮發言人麥肯奈尼同一天在記者 會上,也針對司法部長巴爾的說辭 反指媒體錯誤報導,司法部已經 完成調查。 香港三名民主派人士昨天被判入獄 之後,今天輪到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和兩名集團高層被控欺詐罪。 案件由國安處高級督察和國安法指定 法官處理。 三名被告當中,唯獨李智英被拒絕保釋 必須還押後審,直到案件 明年4月16日過堂。 香港警方8月大動作搜查壹傳媒大樓, 並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和串謀欺詐罪名 逮捕李智英父子和壹傳媒多名高層。 李智英和集團高層周達全和黃偉強 昨天在警局報道時被通宵庫查。 今天被帶到西九龍裁判法庭命控。 控狀指出,三人在2016年6月到今年5月期間 沒有按照租約使用江津澳、宮岳村的大樓 並向科技員公司隱瞞建築用途 導致科技員公司蒙受鼓勵 或讓蘋果印售或李高顧問有限公司獲利 一旦罪成,可判監禁最高14年。 控方反對三人保釋,但是裁判官考慮保釋申請後 批准兩名高層保外,李智英必須還押後審。 加油!香港人!加油! 香港法院昨天裁定,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主席林朗彥和成員周庭預謀且積極參與季節 個別判刑七個月至一年一個半月不等。 大批支持者堅守在法院外極力的聲援。 炮轟正式政治提控,香港人不會因此放棄追求民主 反而越戰越強。 一部還押的那些在囚人士手足,依然是衝著去送車的。 說真的,這個場面是比200萬人,但有幸更感觸感動。 對我來說,要去醫療室是不錯的。 但對年輕人來說,我感到很悲哀。 很,很,很悲哀。 但無論如何,我會堅持去示範。 我肯定,100%肯定,我會堅持去堅持去堅持去堅持。 裁判法院下達判詞後,黃之鋒等人被押上囚車離開法院, 數以百計的支持者揮手送別難過落淚。 香港立法會前議員羅冠聰隨後向法信社透露, 他堅信勞役之苦不會讓這三名為民主抗爭的香港人妥協, 未來也一定會再有作為。 國際特赦組織則譴責港府再次出於政治動機,以煽動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等罪名, 對付這些和平表達訴求的民眾,根本是在殺雞儘猴。 泰國在野黨指控首相巴鈺非法住在陸軍貴賓館內,將他控上庭。 不過,憲法法院昨天裁定,巴鈺並沒有違法,就算已經卸下陸軍司令職務六年, 他還是可以住在軍社裡。 法庭的判決讓反政府人士很不滿,成千上萬抗議者昨晚又一次上街示威,譴責判決不公平。 有音樂,有歌聲,還有粉筆彩繪。 泰國曼谷街頭昨晚熱鬧無比,這不是什麼嘉年華,而是反政府示威。 泰國法院昨天宣判,首相巴鈺入駐陸軍管社並沒有違法。 軍方更解釋,這個軍社早在八年前就已經轉型成為招待外賓的地方。 首相也絕對有權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法院的判決引起民怨,憤怒的示威者,盪著眾人面前一批,把軍社模型給粉碎掉。 法院的喊呆者,選舉人士。 法院生涯不公平,不公平。 实位者表示 虽然他们已经知道 首相将会相安无事 但法院的宣判还是激怒了 已经抗议了四个多月的泰国人民 他们失言将会抗争到底 直到巴育辞职下台 直到民主曙光再现 中文字幕提供 三百公斤男子摔对腿 受困在家 必须出动起重机 老师动众将他送医治疗 欢迎回来 波音737 MAX自2018年发生两次坠机事故 导致346人死亡之后停飞了20个月 如今美国联邦航空局终于亮绿灯 解除禁飞令 允许737 MAX赴飞 在这一趟从达拉斯机场起飞 全程45分钟的飞行 737 MAX搭乘了包括美国航空的高层管理人员 和记者在内一共90多人 努力恢复外界对这款飞机的信心 波音737 MAX将在12月29号 恢复第一趟商业飞行 从迈亚密飞往纽约 顺利复飞后 波音股价也应声上涨 涨了3.6% 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 印尼和埃塞尔比亚 两架波音737 MAX飞机先后坠机 两起空难夺走了346条人命 法国南部一名300公斤重的 肥胖男子帕纳比埃 几个月前在家摔断腿 上市恶化 想出门找医生治疗 又因为房门太窄 穿不过去 家人只好找救兵 请警员封锁街道 用起重机把它从家里 移出来送院治疗 过程相当惊险 为了确保安全无误 开始拆墙前 警方疏散了邻居 在加固房子结构之后 救援人员在屋顶外墙 凿开一个大洞 医生为53岁的帕纳比埃 掉上点滴 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 把它抬到屋外体重机上的金属箱 再把它调到地面上送院治疗 目前帕纳比埃正在接受治疗 之后将转移到康复中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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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伊林 感谢收看五星新闻 我们再会